因為常常講說 揭竿起義嘛 好 準備開始要揭竿了 因為一揭竿的時候才發現只有我一個人 全部的人 候選人去登記的時候 都是大政帳 我是一個人去登記的 然後去登記的時候 不是要檢查所有的資料嗎 他說 要檢查什麼政黨的印章啊 那個大章嘛 他說 是哪一黨的 我們的資料裡面沒有綠黨 台東是從來沒有綠黨的人參選 所以他說 他們的資料裡面沒有綠黨 說很抱歉 我說 難道這樣不能登記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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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可以登記的 然後呢 我就去做了公車廣告 我們就在一人競選團隊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張照片怎麼照的 不是那個什麼 這張照片是我們秘書 拿了我的相機 他說要在哪裡到 好吧 就在牆壁吧 好 舉牆 然後就幫我陪三段 我就丟一張 然後就上公車廣告 然後就去做了所謂的電視辯論會 然後電視辯論會的時候 那記者就說 你們就舉一二三四嘛 我就不要舉 我為什麼要騙你們 對對對 然後我就辯論 然後這個時候最有趣的 因為蔡慶忠就說 就在我旁邊 因為距離都很近 然後我就在看他 他在準備什麼 然後我都有準備 我就在看他 我都在瞄他 然後呢 提問的人是朝陽科大的校長 然後朝陽科大的校長 我忘了他問什麼 他問了三個題目 好像都跟兩岸有關係的 然後結果我就看蔡慶忠 他這邊 馬上看到朝陽科大的校長 一講完之後 馬上翻出來第二頁 然後看到還有出題字標題 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 然後他講完之後 三分鐘就換我講了 我就說 不是呢 他作弊 馬上就很 就是所有的記者 本來以為說都沒有什麼畫面 喊什麼無聊 然後一聽到作弊 馬上攝影機 都全部都 因為記者不能 就全部都圍過來 然後那個蔡慶忠 一出來的時候 所有記者就問他說 那個蔡慶忠說 你那個泄體啊 作弊啊怎麼樣 然後蔡慶忠就說 沒有啦 那個是蔡慶忠看錯的 哪有看得那麼仔細 我看得很清楚啦 然後他一走出電梯之後 又有記者要追著問啊 他又心慌了 他已經心慌了 他說沒有啦 那個是因為我的題庫裡面 剛好準備到這一題啦 就是 就是自己啦 所以我在講說 連電視電論的題目 人家都知道我都不知道 那你要怎麼選啊 然後結果我看 每一個禮拜 我都可以看到 這些候選人的文宣 一個禮拜一份 那你知道一個選區的選民 選票有多少人 他們現在的分割是 你一個立委候選人 大概是30萬人 所以你一次發 這一份就是30萬份 所以他們在從 兩個月前就開始發文宣的話 總共要發 八個禮拜或十二個禮拜 一個禮拜一份 那幾份 有兩三百萬份 兩三百萬份 如果是兩個候選人的話 就是五六百萬份 但是這五六百萬份呢 都是直接進入到垃圾桶裡面 因為我看都沒有人看 然後呢 我們跟我們的志工 換成了 我在兩個禮拜內 募了二十萬 整個選舉總共募了四十萬 那募這二十萬 大家想說怎麼募的 然後我就想說一下子 要跟人家募二十萬會嚇到啊 然後我就把它切割 八千塊一股 然後就看 你大概可以認半股 你可以認一股八千塊 評估每一個人的經濟能力 然後把名單全部列出來 列出來之後 開始打電話 然後再短短一個禮拜內 二十萬就募到了 那募到了之後呢 當然我就 包括做了這些文宣之後 然後我就想說 三萬三十萬人 我每一個人都要發得到的話 很難啊 因為我也沒這個錢啊 那我最多只能夠發兩萬五千份 然後我就去 把這些文宣做好之後 印刷公司印了 兩萬五千份 然後這個我的文宣很特別 我的文宣好像是環境教育的教材 然後印了兩萬五千份之後 我才嚇一跳你知道嗎 你當你聽到兩萬五千份的時候 只是一個數字 當你看到實體的時候 你會嚇一跳 怎麼辦公室全部都是文宣 然後你要出去發的時候 怎麼今天才發一千份 還有兩萬多耶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懷疑 我就跟我們的小販講說 小販我們已經發了一萬份 還有一萬五千份 我們剩下的把它寄出去吧 然後小販就說 不行啊 蔡大哥你看他們都丟到垃圾桶 你寄出去的話 就直接進資源回收桶了 然後我們這兩萬五千份是一個一個 送到全民手上的 然後最後一天晚上 最後一天晚上 這張大概是晚上十點鐘 不是晚上九點以後 就不能有競選活動了嗎 那這天是在全年社 然後在西團路上面 然後有一車一車的那個 阿公阿嬤剛好下車九點半 他們都去參加最後的造勢晚會 蔡景龍的造勢晚會 還有騎士 然後還有那個 支持的騎士 然後因為我們每天 在進進出出 在逛菜市場 在大街小巷拜票 他們也有 對我們有印象說 啊少年耶 我們拜票 都在家出來拜票 你怎麼是晚上出來 大家都在睡了 我說啊 阿嬤 我們是在家出來 到現在還沒回去 這是蠻有趣的一個 一個活動 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 讓大家能夠 多關心環境 所以 到底我們 看到的 看到的這些社會現象 有沒有希望 其實是有希望的 那 這是 風也處理